接下来我们要教的东西叫做未能 未能其实很复杂 要讲未能其实要扯到的叫做守恒例 我们国中又没有仔细的教守恒例 然后所以就不清不楚的跟各位做一些交代 然后由公式推导当中也只看到了动能 动能的变化 以后叫做功能原理 我们就先不管这些了 我们就直接用国语翻给你听 未能就是因为位置所具有的能量 在某种力量作用之下 因为位置不同所产生的能量生出了未能 我们有所谓的重力未能是我们的重点 有弹力未能我们会弹到交道 但是基本上我们是简单的代价 简单的代价 然后另外就是电位能 未来会提到它 不过我们通常讲是电位或者电位差 那么我们的伸长的橡皮筋压缩的弹簧 它就有弹力 弹力是一种守恒例 在这个力量作用之下 不同的位置 也就是不同的伸长量或压缩量 它就会有所谓的弹力未能 弹力未能 所以我们有一个示范的实验 有一个示范的目的是绝合吗 那事实就是绝对的目的就不具有做工的能力了 它们的相当点的不错 让我们的第一次来调整的答案 绝背一向上圈 两绝背和脚带 将两绝背从背处交代一阶 将向圈前看 以左手放置准备 利用左手搜备将向圈一般 拉到两绝背一阶 将就是有形变 有伸长量 右手拉进长圈 以一旋风向 团要绝背向一阶 使用左手搜备向圈 一阶为几阶背伸手擠 由此则则 当我们拉几想圈 摆到处背时 手对向一阶侧走功 拉几字向圈 除此能量 也就是会能 拉向圈、推送念事 左手搜备能量 对使用作用 使用准备 第一绝背伸手擠 好,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橡皮筋有形变 就具有个能量,可以个能力做一件事情 让我的纸杯飞出去 这个能量我们称之为所谓的胃能 或者是说是我们的弹力胃能 所以生肠或橡皮筋它具有弹力胃能 那这个弹力胃能大小跟什么有关系 当然就跟形变的大小有关系 形变越大,当然弹力胃能越大 那其实也跟比如说你的弹簧或橡皮筋的种类有关系 比较紧的弹簧还是比较松的弹簧 在形变两公分的时候的弹力胃能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们通常没有在这里跟各位做讨论 那也一样我们有一个示范的实验 会告诉你它会跟形变之类的东西有关系 接着我们要来换起谈性各式面量 与谈性问解和系 将其冒凭动阻伤 拿到一边后体 一边第一阶级不开 回唱会开始或议动 右手加速彈后约两个分 手先弹后 为弹幕后约五个分 手先弹后 为弹幕后约五个分 有时任务中的放现 到当时的温多谷战王 汪彭后 打 intermedi満战 与此阑脅战王 等他出现地满行立emen 当第そ以防 HI covid 这种我觉得 吕气阳对应分化 始终外过的攻击 这样可以交到 咱们将显身 捏雾奏达 process 遏任加疏稳 力量 OK 只有是這樣子 這其實是有公式的 只是國中不交 如果你在補習班老師有交貨 常常看到就當作沒看到就好了 所以不要管他 我們通常是質問你 如果我形變比較大 彈力位能比較大還是比較小 知道就可以了 我們並不做計算的問題 我們就只有觀念上理解一下 就是跟各位簡單帶一下 位能跟彈力位能 等一下要講的是重點叫做重力位能